好,第一集我們來看說這個iPhone 11 Pro Max的這個原廠的透明的保護殼啊 它兩年後變怎樣,這應該快兩年了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因為之後的我們可能會開透明殼 那在開透明殼之前我們先來看一下說 為什麼原廠的這種透明殼我真的也會比較推薦原式 就它真的你看這個已經快兩年了吧 也蠻晶透的,你說變黃也沒有什麼變黃 然後這個表面的刮傷 這個是用強光在打,所以有微微的這種太陽紋 你如果我把燈光這個關掉啊,你就完全會看不出來 而且也沒有太大的明顯的刮傷 這是原廠的這個透明之一的 然後這個按鈕呢 也沒有太大的變,也沒什麼變黃 它這個原廠的這個硬殼厲害的地方就是在於 它這個整個硬殼啊,可是它卻在硬殼的按鈕 這邊卻有辦法做這個完全的這種TPU的按鈕 你這種你感覺不出來是硬殼直接無縫接軌啊 所以這個是真的蠻我覺得蠻厲害的 而且它也沒什麼變黃啊 你這個燈打下去是因為我後面這個 是土黃色的,還有這燈光比較強 所以它有點黃黃,可是其實它沒有 沒有很黃喔,它沒有變黃太多 這個也是啊,你看也蠻厲害的 你這個全部都硬殼 你在這個那麼小的地方做這種 我覺得它這個技術真的很厲害 沒有縫隙的這樣接上 所以我其實是給原廠這種工藝 我是透明的,我是覺得給很高的評價 然後我們再看這個底部 底部有沒有什麼裂開 這邊有一點點裂開 所以這種的,溝槽的這種 這種的是會裂開的喔 所以我這邊做一點點的裂開 這裡有一點點的裂開 然後這邊還好 不過這個也要看個人實用的狀況 這邊也有一點 也有一點快要裂開那種感覺 你們在拆拔的時候 這個就要比較小心 這種,當然這種 濕力的問題啊 你這樣子它很容易就裂開 這是很正常的 可是你們就會再問說 為什麼原廠它的這種都不做包覆性的 其實我跟你講 你做包覆性的硬殼啊 如果你以前有用過很多日本品牌 硬殼最早出來的時候 iPhone4,iPhone5的時候那種硬殼裝上去 你是拔不起來的喔 很多到後來的設計 不是旁邊畫兩刀啦 或者是說它的殼就是 反正硬殼的發展的歷史啊 其實它這樣子是最好拔的 而且對於充電也比較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不然硬殼你一般全包覆的 如果你裝上去你就拔不下來 那如果你有 你有從以前就有iPhone4 iPhone5一直用硬殼的人 你就會知道我在講什麼 那我下一集我會在iPhone12 就是mini的原廠的透明殼 我還是跟你們詳細說 為什麼我覺得原廠它做這樣子 反而在硬殼中我覺得是非常好的設計 好,然後以前的硬殼是不會有按鍵的 如果你有玩過硬殼的 它的發展的歷史就是 硬殼一般都是做這種 只要有按鍵或什麼它都會做樓空的 然後就是你按的時候 因為它硬殼啊 你按的時候所以你按起來會不舒服 所以蘋果雖然它做這個軟的按鍵會比較難按 可是它至少有按鍵喔 不然你一般買硬殼它是樓空的 而且它的按鍵是一體成型的砍在上面的 我覺得這個是蠻厲害的 不然你去看說有沒有其他廠牌 其實很難啊 然後它按鍵為什麼會難按 我跟你們講說因為它周遭這個都是硬殼 它這種就是你一體成型的 你這樣按下去一定周遭這種是硬的啊 所以之後我會教你們說怎麼去 在12mm的話怎麼去處理這種狀況 然後我只是跟你們說一個這種硬殼 你看它 它兩年多了都還這樣子 然後你看啊 它的這種我稍微有清理的 它又會比那個TPU的部分 手感又會更好一點 TPU它是軟的 可是它在摸的話就是 它軟軟的如果你就是 油油的或什麼的話 你在摸就是會怪怪的 但是其實TPU的手感也很好 但是如果相對 如果你說TPU跟硬殼的手感 其實硬殼的手感它又會 又會更好一點 它比較不會黏黏的這樣 不會黏黏的這樣子 然後它 它再變黃 因為硬的的話再變黃跟什麼 也會稍微比軟的會再 再慢一點 不過這還是看個人的使用習慣 因為我自己在使用 我不會極限操作 因為有很多的小老弟啊老鐵 極限操作 那沒有一個卡洞的條的啊 你怎麼這樣用 所以就是它只是稍微的防護 它今天只是跟你們開箱 就是說因為 可能之後要開始談這種硬殼了 我先讓你們看一下說 這11的到大概是怎麼樣 那因為之前我XS Max的啊 跟之前的我都有啦 只是說那個我 我不知道放去哪裡了 我要再找一下 所以我先用11的給你們看 那XS XS Max的那些硬殼 我也都有買 都沒有怎樣 都大概像這樣子 所以我是覺得原廠的這個的硬殼品質 如果你們真的要買硬殼 我覺得原廠的品質 真的還是不錯的 要跟你們去分享 這樣子 OK 好嗎 OK